哈喽大家好,转回窗口终于关闭了,我们也可以正式的开始聊利物浦了,这一期我憋了好久好久了 那么最终的利物浦在这个夏天签下了四名中场,完成了中场方面的这个更新换代 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情悬而未决,大家都想到了就是萨拉赫的事件 萨拉赫本身是要留在利物浦的,但是沙特方面对于萨拉赫真的是有一种执着,就穷追猛打 我呢看到了很多小道消息或者说是阴谋论啊 这里面我不太愿意聊一谋论,就是我想把我看到的观察到的东西讲出来就够了 就开始萨拉赫像这个主要是吉他联合,因为他们如果是要等萨拉赫明年夏天的话 那么利亚德新月啊,据说是要下场跟吉他联合一起竞争 那么今年夏天呢,目前可能利亚德新月她的演员方面可能数量够了 然后钱呢有这个预算卡在这里面,吉他联合这边呢,她一直在开价,好吧 所以一开始从6500万到7500万到1个亿,1.75亿,现在据说开了2个亿了 我不知道氛围能不能停得住啊,这个见钱是不是眼开啊 其实给我的感觉,如果氛围是一家很专业的俱乐部的话 他找一名会计啊,算一算萨拉赫离开他的这个损失会有多大 他就知道了,这2个亿,我如果是管理层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卖的啊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多球迷会觉得萨拉赫呢 31岁了啊,已经这个状态的肉眼可见的下滑了 我讲过,从竞技层面上,你一个亿说实话就可以带着走 但是从其他场外的条件来看的话 我觉得萨拉赫他的这种价值是远远无法估量的 我们去Instagram上看一下,萨拉赫一个人的粉丝比利物浦整个俱乐部的粉丝都多 你看利物浦其他的球员,什么范呆克啊,包括之前那个队长,恒德森 最多最多他们啊,在Instagram上粉丝也就是1000多万啊 甚至有了大多数人都是几百万的这个粉丝 萨拉赫一个人贡献了超过6000万的粉丝 利物浦整个这个俱乐部是4000多万 所以当一个人他的这个影响力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是无法用价钱来衡量的 那么我相信沙特愿意开出2亿英镑的这个价格 道理也在于此,萨拉赫作为沙特,作为这个中东第一球星啊 阿拉伯世界第一球星,他的这种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内玛尔是比不了啊 梅西C罗能不能比他尚且存疑呢 所以萨拉赫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他就是这么样一个存在 好吧,所以他如果走了的话 竞技层面咱们不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利物浦他的损失也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啊 那么今天的其实我想聊整个利物浦啊 我这个标题起的可能比较惊悚啊 利物浦在为失去萨拉赫做准备 那么的确也是这样啊 我们想萨拉赫即便今年不走 他早晚要走 即便他终老利物浦他的状态也开始下滑了 他已经进入到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了 那么在这个末期的话 他总有退役的一天 对不对 他总有打不上主力的一天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未雨绸缪啊 那么利物浦在这个夏天就做好功课 而且我通过他的这个引员方案上 我观察出了一些端倪啊 那么之前我们球迷这个角度上来看 法比尼奥走了 我们要找一个人来代替法比尼奥 要找六号位 要找受邀 这是很多球迷的这个新生 我每天刷这个利物浦的这个论坛 国内国外的我都刷 很多人想的就是说 又是看好了阿姨霍文的这个桑加雷 又是看好了水晶宫的什么杜库雷 是不是 然后还有说富罗姆的帕里米亚 所有的这些人 他都是那种单纯的六号位 但是呢 格拉文梅赫的到来 包括从这个传闻上来看 我看着看着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合适的六号位 但是我发现了从这个远腾行加盟 然后很多其他的 在对比上很多其他的这个匪文对象 一结合的话 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有没有可能六号位并不是六部特别需要的 或者说他并不是扎书的长远计划里的一部分 有没有这种可能 法比尼奥刚来的时候 他也不是提六号位 他是逐渐的把六号位的功能给他了 而且我其实今天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个全新的六部即将战胜 全新意味着什么 他整个战术革新战术打法的改变 那么过去很多年的这个六部 由于萨拉赫的存在 六部前场唯一一名世界级的球星 可能有人说马内 或者说其他的人 萨拉赫他的这个地位是要高于 或者说在整个足球圈里面 他高于六部所有的人 能跟他相提并没的 也就是当年差点这个金球奖的范泰克 一前一后 只有这两个人 你们现在范泰克状态下滑了 法老 那他就是六部前场唯一不可替代的一个人物 那么六部所有的战术啊 这么多年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 过去什么战术呢 我们看六部是两个边 一个是罗伯逊 一个是阿诺德 他来出球 然后呢中间放成三个 维纳尔 杜姆 亨德森 法比尼奥 这种工兵型的中场 工兵型的中场干什么的 干脏活累活的 他不需要做很多出球的事情 出球的事情 交给这个阿诺德和罗伯逊 绝大部分呢 为什么阿诺德很重要 因为他这一边的出球 经常会去一脚找萨拉赫 甚至阿利松出球都会去找萨拉赫 萨拉赫拿球之后 他可以自己带往前突 然后射门 整体上来看利物浦很多年的战术 就是维绕着萨拉赫 前场出球找萨拉赫 至少在过去的这个六年时间里面 一直是这样一个打法 那么在这个夏天 我看到了利物浦中场方面的演员之后 我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认为利物浦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他买了三个八号位球员 很多人会觉得 什么图拉姆 什么科内 这些都不是纯六号位球员 怎么办 你买了麦卡利斯特 买了斯波斯洛伊 现在又买了格拉文贝赫 对吧 他们这个防守都不行 都不是受邀 受邀 什么样的球队才会用受邀 大家来想一想 你看曼城会用受邀吗 罗德里是受邀吗 受邀一般都是指那种黑幽影 特别能拼抢 特别能拦截 然后能干脏活的这种球员 这个叫受邀 但是受邀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一般我们会发现 他们都会出现在这种中下游的球队里面 就是水晶宫的杜库雷 包括弗勒姆的帕里尼亚 这都是属于干脏活累活的 再一个是根据球队的阵容方面 如果你打的是一个4231的话 你可能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受邀 但是利物浦的阵型里面他打的是433 433里面你只能存在一个单后邀 单后邀 你说你找一个像法米尼奥那种巅峰期的状态 这样一个球员有点难 除非你能买到坎特 那种巅峰的坎特是可以的 其他的真的是很难很难 所以在当前这个市场上 既然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后邀 那么利物浦索性改变战胜打法 三个八后卫 那么我的想法就是利物浦 由于他买来了远腾行 远腾行是能踢六后卫后腰 能踢中后卫 能踢右后卫的 所以他的功能会比较多 那么当缺中后卫的时候 远腾行会客串 然后缺右后卫的时候 远腾行也可以去客串 所以它是一个主力轮换 到主力这么一个过渡性的角色 而格拉文梅赫将会是克洛普重点培养的 这么一名球员 格拉文梅赫很多人说他懒 其实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体积 倒也不是说懒 是因为他的这个位置是属于左前位 左前位就是八后位置 稍微还往前偏进攻的 而且他的小技术特别好 有没有发现 他的小技术是相当粗壮的 所以利物浦的所有的这个中场 现在麦卡丽斯特索博斯洛伊 格拉文梅赫这几个中场里面 我们发现有好多的共同点 首先第一个共同点都很年轻 格拉文梅赫01年的 麦卡丽斯特98年的 索博斯洛伊2000年的 都非常非常年轻 这就是为未来的五到八年做下的一个铺垫 他们这个组合可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起踢 是吧 再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球能力都特别的强 技术都特别的好 你看这几个里面 特别是格拉文梅赫小技术是最好的 然后他有向前传球的那种能力 出球传球能力 麦卡丽斯特也有传球的能力 索博斯洛伊 对吧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附加的功能 比如说远射啊 定位球啊 这都是他们可以带来的这个东西 那么有了技术型的中场的话 那利物浦为什么说战术改变了 他怎么一个改变 未来的利物浦我们会经常的看到这么一个情景 就是以后呢 你很难会看到从后场直接出球到前场去找某一个球员了 而是说循序渐进的把他的阵容稍微往回撤一下 由后卫后场把球先给到中场 由中场来控球 比如说格拉文贝赫控球 然后传给索博斯洛伊 索博斯洛伊传给麦卡丽瑟 麦卡丽瑟再观察一下 再往前传 然后呢可能最终由格拉文贝赫一脚直塞 塞给了加克波 加克波 进球破门 对不对或者说给努涅斯 努涅斯破门 然后呢偶尔可能会看到 这个迪亚斯在边路突破一条龙 然后在 船中 对不对 那么对于利物浦球迷而言 可能以后我们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进球 或者是进攻方式 所以在这个夏天 利物浦所有的引元资金都投入到了中场 那么中场将会是利物浦未来五年以上 重中之中 那么这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利物浦原来的宏剑三峡已经不存在了 而萨拉克也是年纪越来越大 所以利物浦已经开始被失去萨拉克做出准备了 如果今天夏天不把萨拉克放走的话 那么明年我相信萨拉克也会远走沙特的 那么未来当我们再看利物浦比赛的时候 可能前场的宏剑三峡没有了 变成了中场的宏剑三峡 利物浦这三个全球中场都是具备洗球代球推进全球 这么一些功能的 并且呢 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的这种防守的属性在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防守怎么办 那么对于防守的方面啊 我们要这么想 利物浦他既然把战术改变了 那么他的前场就不会压得很靠前 前场的很多 你像努涅斯 像迪亚斯 这都是反击的好手 那么相比于之前宏剑三峡的时代 他把进攻线拉的很前 压迫的很前 利物浦的新的时代 他会增加对中场的控制 增加对中场控制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尽量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不给对方机会 并且利物浦这三大中场 可能格拉文贝赫 我不知道是不是懒啊 他可能活动范围稍微小一点之外 你像索博索博伊 他的活动范围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能攻能守 这是利物浦对于全能中场的要求 所以未来的利物浦 他的整个战术就是 相比于之前 他整体的位置 会稍微往后挪一挪 不那么靠前了 因为前面的前锋 是要打反击来用的 而中场的控制加强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更多的 工兵型的中场去洗球 去抢球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把琼斯派上来 对不对 还有埃利奥特 然后呢 萨拉特这个位置 有可能在明年 会买一个同位置的类似球员 但是呢 这个球员我们要知道 他不可能平替萨拉赫 他不可能代替萨拉赫 之前有的这种功能 但是他如果能做到 跟努涅斯 扎克波 若塔这样的这种水平的话 那我们作为球迷来讲 应该就满足了 好吧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 利物浦全新的时代将要到来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好吧